我们来到这一周主要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Brown Page教学网页制作 各位现在要把教材透过教学方法放到网络上面去一个平台上面 让学生来学习 就要先了解教学网页制作到底它是怎么样制作 制作里面到底有哪些工具 其中Brown Page就是一个最简历而最多人做的网页制作工具 我们这一周的学习目标就是要让学生认识教学网站 到底哪一些网站到底是怎么去编辑 编辑完的教材如何把它放到教学网站去 顺便也介绍Brown Page有哪些功能 说明Brown Page的基本操作有哪些 解释Brown Page的网页上传功能 然后了解用Brown Page编辑教学网页的过程 这个单元的内容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讲的就是Brown Page 2000的网体界面 这是一个工具网体的解释 然后再来基本网页里面如何开启 编辑曲路障跟存档 主要的部分就是在讲这第三个部分 基本網頁的製作,其中包括這10個小節,選定網站主題,設定標題,背景圖片,音樂,設定文字效果,插入分割線,插入圖片跟格式的設定,表格的設定,超鏈結,HTML語法的認識跟動態網頁 那其實後面兩個是比較特殊的,所以我再加進來,前面這幾個這八個都已經是在front page的功能設定裡面就有了 那因為front page它其實就是一個語言產生機,它用所見己所得的方式,把你畫面上比如說你看看到這個網頁,你把它存檔以後它存的就是一個HTML的語言法 那什麼叫HTML?它是網頁的專門語言,叫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所以我們也簡單介紹一下,非常簡單讓各位知道說,其實早期在寫網頁的時候要自己去寫HTML,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因為它有語言產生器,所以我們用類似front pageJunior這個功能就可以產生語言了 再來我們又稍微介紹一下動態網頁,什麼叫動態,動態網頁不是說畫面的圖畫會動,而是它能夠跟使用者互動,使用者可以輸入資料,類似考試,類似填寫基本資料 它是有特殊的方法來編寫網頁,那front page是沒有辦法寫這個的 好,專門語教材編制流程,這個我們再幾次有跟各位提到,左邊是編輯者 要把它編到右下方這邊利用front page變成HTML,左邊的每一筆物件有文字圖形聲明一項方法 就把它編輯到這裡,然後使用者就是學習者,它就可以透過word browser來看到我們所編好的HTML教學的教程 那front page它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上它跟word幾乎一樣,所以你會用word就會用front page 只不過你過的存的是DOC檔,裝備只存的是HTML檔,那我們常常講它的這個所見習所得,就是what you see,what you get 你看到什麼它得到就是什麼,所以你按照你想要看到的畫面這樣子編輯,存起來以後的HTML檔 當它放出來以後就是你原來所要看的那個網頁的原貌 那裝備起來製造的網頁教材,我們這邊會提到幾個就是 其實front page它是,它有伺服器版跟一般的client版,client版就單純做網頁 那伺服器版它是順便可以把你的網頁發布出去,順便它也可以做web的server 那我們現在跟各位介紹大多是front page2000的版本,然後就是網頁上的web管理 HT,Dynamic動態的HTML的簡介,還有ActiveAggers的Document,指的就是動態網頁 還有JavaScript,什麼叫JavaScript?就是我們要編寫一個編序語言 那個編序語言就是,你把它寫出來就像webScript一樣,它最主要加頂層都要透這個編來做 front page本身沒有計算的指令或函數,我們還是要透過webScript或JavaScript來做 然後製作留言板,一般做網頁的時候它裡面有一個功能就可以直接做留言板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到front page,各位現在看到的就是一個front page的介面 這個就是一個front page,你看底下它有一般,底下這裡各位可以看到,它有一般,在這裡 它也有HTML,它也有預覽,就是有這三個功能 那它這邊有一個工序列,有一個作為面積區,就是中間的,左邊就是檢視模式 好,我們看看這個就是我們進到網頁以後它有這個畫面 左邊就是它的這個檢視的情形,右邊就是它清單的架構 在右邊是它,我們做的所產生出來的資料都在右邊這裡 那網頁導覽的編輯像這樣,你看看它這個叫做導覽圖 導覽圖會把你這個網頁的結構畫出來給你看 所以你知道這個可以連到這個,它當然是必須要用那個圖示來點 用一個icon來點,那它比如說這邊它就有六個頁面 它這一定是不同的六個頁面,在左邊有沒有,index 然後它是這個可以連這個,這個可以連這個 各位這樣看,就知道這個是一個網頁導覽的情形 再來就是我們要製作網頁的時候,基本上我們在檔案的部分可以看到它有這些功能 它包括有開啟編輯,預覽跟存檔的功能 這個就是我們看得到的,那包括列頁印,還有用瀏覽器,瀏覽還有匯入 這個是,就是我們開檔案的理由它就有這些功能 那剛才有說過,我們現在再看,如果進入不浪費 我們可以基本上把它分成七個區 A區在這裡,我們要叫四川控制盒 A區就是這個,四川控制盒 V區就是下拉式選單,這邊有差不多有十個下拉式的選單 我們再看哪,看C區 C區就是工具列,這個就是工具列,這整個都是過 這個你都可以再調整,加加點點 那D區是檢視列,檢視列 再來呢,網頁編輯區,D區是網頁編輯,我們自己要編輯在這裡 F區是有三種狀態,檢視的狀態,一個是一般,一個HTM,一個一個E 就是說,你要用一般的,就是視覺的介面,或者是出來指令,然後或者是你預覽的結果 那D呢,這理由就是,你要下載網頁的時候需要多少時間 這樣你就知道你這樣做的時候,下載網頁的時候速度的快嗎? 那在官方匯局中,它有幾個工具列 一個就是功能表列,功能表列,再來一般工具列就是這個,再來是格式列 大致上這三個都是必須的,而且是常見的 我們看到在製作網頁的時候,它這邊有很多的格式讓你選擇 當你要製作網頁,你要選擇主題,這邊就有很多格式讓你來選擇 那你到底是要靠左、靠右、置中,靠這樣讓你選擇 那開始編輯就進到這裡來了,剛開始它就會給你取名叫new page 你可以自己先改名,我一般都會先存檔先改名,開始編輯的模式 當我們編起來我們就要存檔,存檔這個就要存檔起來 我都把它放在哪一位?我都把它放在哪一位? 然後你就剛才你寫的東西就開始陸陸續的存放進來 好,接下來我們要講,比較重要的就是有關Brown page的幾個 就是它畫面上的一些元件或物件的編輯方法 包括選定網站的主題,設定標題,插入圖片或背景音樂 然後設定文字的效果,插入風格線,插入圖片 還有表格設定,超連結,HTML的語法,還有動態網頁等等 好,這個就是我們要選定主題的時候,它有一個功能 你可以搜尋,搜尋裡面套用布景主題 這布景主題有各種不同的布景,也可以選擇你喜歡的 最主要都是顏色的搭配 接下來你要設定標題,這邊比如說有五頁六頁 這五頁,然後你這五頁每一個都要把它設定名稱 它一個叫bamon1,bamon2,bamon4,bamon4,你要把它設定它的名稱 再來,在格式底下,它就有一個叫做背景,這個背景點進來以後 它就允許你從背景圖片或背景音樂 當然你要先把音樂跟圖片先找好 基本上來圖片都是JPG檔,音樂都是MID檔 好,這是我們插進了一個背景圖,我們就用森林的圖 讓背景圖這樣插進來,不過這個背景圖它是比較重的顏色 所以你文字就要調比較輕,這樣才能夠產生對比色 再來就是背景音樂,在背景裡面選擇有一個叫背景音樂 背景音樂它可以放你看看音樂,當你按背景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讓你插進圖片,或者要插進聲音,它就是功能 接下來我們就是網頁的文字,上面上大部分顯現的是文字 像各位看到,大部分都是簡單的就是左邊一個小圖形 而且這是一個插頭,所以在這文字裡面我們要選字形 還有你的格式要是靠左,靠右,什麼顏色都在這裡選擇 它有一個叫文字編輯視窗,當你按字形的時候它就跳出來讓你修正 好,接下來這個就是我們字形裡面,包括字體的尺寸大小 字形的選擇,字體的顏色,字體的式樣,還有特殊的式樣等等 這個就是,我們把它放開又縮小 這邊也是給我們選擇字形的,就是我剛才講的尺寸、字體、字形 這些也就給我們選 好,這裡也是一個,這個word裡面就有了 就是你的字形要選是到底細明體還是標開體 一般的字形是要寫題還是粗題,那大小還有你的顏色跟你的效果 你到底是不是要做下標還是不喊下標之類的 好,跟文字有關的大概有字形、字體、字體、字體效果、字體大小、字體式樣 你用預覽就可以看到,一般我們在意識的時候 字體的大小都意識在12個pt,就是point點 好,再來這邊也是讓你編輯,你可以改變字形 改變字形的時候就是先按格式字形 就會跳出上方這個小格子,它會跳出上方這個格子出來 接下來你也可以選擇它的顏色 你在這個A的這裡按這個點,按這個符號 它就會讓你選擇顏色 那插入分隔線,這個就是要讓你插入 在插入裡面它就有一個水平線 在基督水平線它有各種不同的水平線 實線、虛線、粗細都可以讓你選擇 好,接下來就是我們分隔線要設定水平的內容 你看看,這邊就是你要設定水平線說寬度高度顏色 還有,有些你就可以叫它做這個比較細膩的讓你選擇 再接下來就是插入圖片 那圖片裡面你可以自己先遺照好圖片 把它存在 買Wave的,就是一個你的資料板裡面的插入 它那個 Microsoft的PowerPoint或Wave它就有一個 圖片藝廊,圖片藝廊 那圖片藝廊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圖 讓你可以來隨時進行操作 那操作以後可以讓你的畫面變得更輕鬆 接下來就是圖示工具鏈 這個就是我們圖示工具鏈 你看這邊有第一個區塊 第二個區塊,第二個區塊就要旋轉 第一個區塊是調亮度的 然後第一個區塊是調顏色 背景圖,背景色,前景色 第十個是給你寫 是給你寫那個物件的圖形 接下來就是這些圖片給你做的選擇 開門的時候給你選擇 圖片的位置、層次、方向、亮度、顏色、立體感 反正這些有很多 或者你用圖片上面來做超鏈接也可以 好,這裡就是當我們要設計圖片的時候 我們在插入裡面再選圖片 就有差不多九個功能給你選 好,圖片的選擇就是我們要先選操作圖片 再來就是鏈接 我們每一個圖片也可以做鏈接 剛才有一個試圖圖片的鏈接 再來就是表格的製作 當你插入表格以後它出現這個框框 給你選列到底有幾 列藍到底有幾 靠左、靠右 框線的大線 一般來講在網頁我們都把框線做為零 我個人都嘛 當你去看不到它的框線 這個就是有一個基本資料讓你填寫 再來這個就是比如表格出來以後它會有這樣 你先開始編起你的表格 那畫面上我們在安排文字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都是用表格去調整的 所以表格各位一定要會 再來這也是插入表格的示樣 它還有一個表格的示樣 其實表格的示樣 我的選擇都是先在表格裡面先做全顯 然後按右鍵去做表格內容 其實就能夠根據表格的內容去做編修 這個就是表格的內容給你填的 這個就是了 它裡面有很多數據 我們再看下一頁 插入表格 然後表格到底要置中對幾 開過字起 這個都可以選擇 這個也是它表格的圖片 然後如果你要框線 我剛才說你不需要有框線 你去寫八小 框線是零 框線零就是通平表格的 那再來插入超論節 各位跟他們剛才有一個 左邊有一個插入 插入以後出現超論節 就出現這個 這個的話 網址的部分 就是要給你填網址的 這個就是要給你填網址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大致用到這個 就是這個 你把它填完了以後 你這樣確定 它就可以了 好 這是插入hyperlink的 URL 叫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 好 這裡建立超論節 建立超論節 另外按超論節 我剛才有看到這個圖形 它就調整 按插入 它是其實是先按插入 你按下以後 它會出現一個超論節 就出現這個圖案 好 再來 再來email的超論節 你也可以用email 然後把它做超論節 那這樣人家點過的email以後 你就會開啟你機器所安裝的媒體 知情工具 比如說 是屬於Outlook 或者那些Outlook 大部分都是中央的 再來 這個是給你做書籤 什麼叫書籤 也就是一個文件很長 它可能是佔十個畫面 或十五個畫面 當你要找文件的時候 你不要一直在按那個scorebar scorebar就是那個選擇 你把它設標籤 以後它就自己跑到標籤去了 這個就是設置標籤的畫面 那我們如果要插入標籤 bc要先選定 你要設定屬簽的內容 再來這個就是我們要設的框架 什麼叫框架 各位看的右下角 這裡就有個框架的顯卡 因為畫面你要做兩個框 那你就選擇框架 它就會出來 這個不難 這個也是 你框架還可以設定顏色 這個就是設定框架的一個圖面 好 我們講到二字九 二字九要跟各位講的是HTML的語言法 那我剛才有說過HTML 就是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它簡稱叫HTML 那它的結構 像各位可以看到這裡 這就是他們的結構 當我們把資料放進去以後 我們有可能是看它是長成這樣 但是我們也看它會變成長成這樣 它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任何一個初學者 都一定要背的 就是說你 它探用的指定差不多就有什麼TITLE H 然後再來I D 它就有這一些 還有叫圖形圖片的 叫圓面 什麼是HTML 這一個就是HTML的架構 它的架構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是8 好 那這個架構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成對的 這一個跟這一個是成對的 就是一個HTML的 就是一個slashHTML的 上面叫Vincode 下面叫Endingcode 那這兩個也是成對的 這兩個也是成對的 Body對Body 所以它是這樣子 不會交叉 這個線一定不會交叉 交叉就錯了 那這裡面就是要 它叫做標籤語言 然後給你放標籤裡面的內容 就會呈現到 上面出來的 好 廣位自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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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們是利用語法來做 它這是在裡面叫refresh 就是重新整理 你如果有寫這樣 按照這個以後 它就會重新整理 按照這個指令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自動轉向 自動轉向就是把它 比如說你選你第二個的時候 它就會轉到這個地方 這個網頁的網址去 好 二之十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靜態網頁跟動態網頁 什麼叫靜態網頁 所謂的靜態網頁指的就是 使用HTML的撰寫網頁 那這些網頁它建立超鏈結 會連到其它叫hypertext 但是它不會自動分析 視乎記上的資料 也不會讓其他使用者 介入資料 它都是靜態的 那什麼動態網頁 它允許使用者來輸入資料 資料送以後一定有一個資料庫 在接這些資料 一定比如說表單之類的 好 這個就是動態網頁 我也都會讓各位同學 來操作我寫的動態網頁的程式 就是各種基本資料 好 這是我們這一篇文章的參考資料 各位可以看看這個參考資料 其實都不錯 你可以把它點選 每一個裡面的資料都非常豐富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3e-learning的 就是進入這個網站 這邊再講Groundprint怎麼教 它是一個很完整的東西 我們再看下面 MCU 這個也是應該是一個大選做的 一個大選做給他的學生 然後可以進台上 如果他做網頁的時候 他就 這裡面有很多素材 所以這各位可以看 我們可以看第三個 我可能要先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 東門大學的網頁製作 現在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也是在上面講網頁製作的 這個圖我也有用到 反正各位可以看 它這邊有基礎入門 它有初階入門 還有進階 它大概有這三個狀態 好 那我們也有很多資料 讓各位學習 各位有空可以進來看一看 看看這網頁製作 它每一個做物件的時候 它是怎麼做的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頭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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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